熊 我倒覺得右邊的這個 天旁它寫的略大 因為筆畫並不多 它這樣寫稍嫌它大了點 但是沒有影響太多了 一點點而已 好像這裡都是黏珠 很多筆畫黏珠在這裡面都是屬於正常的 但是黏珠只是微微的 不要把它整支筆黏死 黏死的話筆法不見了就不好看 所以黏住還有自己的起筆手筆動作還是看得到 這個也是難寫 但它橫畫就一堆 那這種橫畫這麼多的情況下 唯一的方式就是想辦法把所有的橫畫都寫靠近 靠近折 這邊的橫畫更多了 那你只能怎麼辦呢 另外這些點畫都寫得好小 長度還是有 但是上下就被擠壓了 因為擠壓它就會產生 空間就會出來 下面才有地方寫這個鹽 鹽這個因為要裝載上面這麼多筆畫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寫得非常的長 下面也不能寫太短 究竟上面的重量感太重了 你需要比較寬 比較寬 折下來 比較寬的底 所以你字才會有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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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碰到 你發現它就是 好喜歡碰到前面那一個偏旁 它個人特色 不是每一個這樣 梳耳架都這樣 歐陽群就會讓得比較明顯 歐陽群會讓得比較漂亮 它這裡都故意黏上去 滿 一點點 牽絲 有牽到就牽到 沒牽到就算了 太勉強反而做做 當然是盡量它有你就有 那沒有就不用去補了 那個不是字的重點 它只是說那個方向一定要寫對 即使沒有牽絲也要有 筆斷一連的效果 這個滿是現代的寫法 在唐朝也都沒有人這樣寫過 大家都不會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現代的寫法 滿 樂 然後 記得一樓挑高 所以這兩個橫畫還是偏上 下面這裡空隙還是大 立 立板就難寫 誰來寫都難寫 不是很舒服 因為筆畫太多又不好要 通常這一點都會被省略掉 如果你要連那一點那裡寫短一點把空隙留出來 還是可以寫那一點 不過在這裡看得出來大家都省略 真的不好拍 寫的很短 寫的很短是因為它不想把它力拉得太長 它還是喜歡維持一種方正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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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怎麼寫得這麼瘦 看得不太適合適應 天突然寫得這麼瘦 還好這裡有個納 還可以加重一點 這麼小的空間 那個點畫還是有一點動作 不是單純的一般我們點了 點下去不動 這點畫都還有一些扭轉 看起來它的筆法是蠻豐富 不過它做的還算是重規重矩喔 不誇張 像有些一扭轉下去好像 就已經扭到了 看起來很可怕 它還是比較文雅 這個也是傾斜 這個還是斜的 這個要把字壓回來做一個平衡的動作 因為這個扶的勾都會很重 我喜歡這邊伸長 這是所謂的 左邊的竹筆畫 右邊的上面就是竹筆畫 拉到下面它最低它又是竹筆畫 上下都是它是竹筆 位竹筆畫 有些的撥 在這邊都是竹筆畫 在這裡 竹筆畫